首先來關心到是台東津峰鄉的振興村道路 因為加倫溪溪水出現了暴漲情況 沖刷了大量土石和黃泥 造成了道路中斷無法通行的情況 我們把現場交給記者舒宏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台東的津峰鄉 上頭不僅是有側村的問題 在下面這裡的振興村 它也發生了所謂的溪水暴漲 不斷往下沖刷 因此造成這個加倫溪的溪 沖下去多的土石 造成整條的路是處於中斷的狀態 而且這些土石是相當的鬆軟 連車輛都過去可能會直接屌家無法通行 而旁邊的怪手正在挖一個個大型的沙包 希望可以把這個溪水阻斷 你們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我們現在在做一次那個沙包 不讓這些水沖到那個村莊裡面 因為什麼時候發生這個狀況 怎麼馬路都被沖垮了 昨天晚上凌晨 嘿嘿 我們因為是居民有通報說 我們就趕快來搶修 那整個道路是工地的 對對對 禁止通行 對 就這條 它其他可以從上面弄下來 工程人員表示說 他們都是這邊的村民 希望說利用堆沙包的方式 阻斷吸水 避免說持續暴漲 可能會淹到旁邊的民宅 而目前整個道路是屬於中斷的狀態 民眾要經過的話 可能要繞到外面的道路 才有辦法繼續通行 以上是來自台東現場情況直播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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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